这是一台赛博朋克风的小主机 金属和工程塑料的混合体 接口配置完美 机身上布满散热通风孔 一拆装盖板 可以让我们轻松更换配件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i9 12900H处理器 和RTX3080独显的3A游戏迷理电脑 S-Magic阿迈奇新核MEA 谈到配置独立显卡的迷理电脑 我们以前也曾测试过一些经典机型 这种有强大游戏能力的小主机 一直是迷理电脑中的皇冠 主机性能好 价格也不菲 我们看京东的这类小主机 没有一台是便宜的 不过考虑到最强的核显迷理电脑 32G内存 ET SSD的存储也要3000多元 面对图形性能 强悍得多的独显游戏迷理电脑 朋友们认为自己能接受的价格区间是 S-Magic新核MEA 装置Intel Cooler i9-12900H 14核20线程的移动标压CPU 装置NVIDIA RTX 3080移动显卡 16G超大GDDR6显存 CPU类置96EU的Iris X1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48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 电源线 HDMI线缆 说明书 这板转大电源是19V 15.79A 一共300W功率 是我见过的最大DC电源 品牌是行家 小主机是塑料和金属混合机身 设计于做工品质还不错 前面板 USB3.2A口 Type-C接口 STK插槽 音频接口 USB3.2A口 电源开关键 这个小转盘是CPU性能选择开关 有三个档位 对应静音 平衡和性能模式 不用进BIOS就可以自由切换 后面板 后置音频接口 19V电源接口 4个USB3.2A口 两个HDMI 2.0接口 双2.5G板载网络接口 DP1.4接口 这里有个开关 向上拨 就能打开侧面的金属盖板 拨好了 向左边侧滑 就能打开 一条M.2PCIe 4.0X4的MVMe 通知了另外一个M.2PCIe接口 可更换的WiFi6无线网卡 对了 盖板上这个坦克03是首发限量版的标志 另外一边 同样打开 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双DDR5内层插槽 还带一个后置小风扇 更换配件将会非常方便 我们还是进BIOS看了一下 性能模式下 PL1是45瓦 PL2是65瓦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w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一开始CPU功耗运行在65瓦 但没有稳住 下滑到45瓦 其中有几次反复横跳 1分45秒后就老实的一根直线运行在45瓦 整机功耗从120多瓦降低到90瓦 CPU频率运行在2.5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1小时05分钟内 新核M1A的CPU功耗保持在45瓦 时温2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保持在不到80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54度 温度都不高 散热效果是不错的 我们首先使用新核M1A小主机的 酷睿i9-12900H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3分36秒 共计816秒 这个成绩比13500H好一点 但比全程65瓦释放的12700H 还有其他12900H要差一点 CPU-Z多线程6730.4 单线程754.6 多核性能不错 和上次我们测试的天背GM12一个水平 Gagbench 5多核11600 单核1903 多核成绩介于许多7840HS之间 比魔方12900H还高 Gagbench 6多核12289 单核2563 多核成绩排在前列 Citybench R23多核13779 单核1863 多核成绩稍微靠后了点 Passmark多核成27772 单核成3782 这次和魔方12900H几乎一样了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M1A的性能发挥 和部分78400HS 以及12900H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572635 CPU得分573359 我们还给这台12900H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20901 XX20 525795 Coremark 376548 在Coremark成绩上 接近38万分 表现一般 CPU测试只是开胃菜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 NVIDIA RTX 3080移动版独显 从CUDA核心看 6144比4070移动版的4608还要多 16G显成就不说了 NVIDIA抠门 移动40系 只在4090才配这么大 我们先跑了CeliBench R2024 GPU测试 11994分 这几乎比苹果M1 Ultra高了一倍 接近RTX4070移动版的12087分 比40核的M3 Max要差8%左右 接着跑 3DMark测试 Time Spy 11564 FireStrike 30974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远远超过了 我们以前测试过的独显迷里电脑 HX99G和幻影峡谷 是最强核显780M的三倍多 RTX3080的跑分成绩是真不错 功耗表现如何呢 我们先单考RTX3080 看到它顶到费 最高保持在115瓦 这就是它的最大能力了 接着加入CPU-Z压力测试来双考 3080降到了100瓦 12900H还是一样 从65瓦降到45瓦 稳定下来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2K极端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不开DLSS 普通场景80多 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 接近80帧 挑战一下 地平线5 4K超高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不开DLSS 普通场景70多 接近80帧 复杂场景60多 荒野大标客2 1080P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线帧 93帧 继续挑战 荒野大标客2 2K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线帧 74帧 古墓利盈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线帧 148帧 2K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线帧 102帧 英雄联盟 4K最高画质 全程200多帧 原神 4K最高画质 稳稳60帧 新冲迭道 4K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60帧 这就是RTX3080独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这块显卡的性能 算是迷离主机中 非常非常强大的了 我感觉它基本上 能通玩2K游戏了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标准 DP和Type-C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Type-C接口 能够支持4K160Hz的 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索尼电视更新固件以后 我们使用Type-C转HDMI线缆 没有音频问题 于是这台小主机通过Type-C接口 转HDMI连接 打开HDR之后 最高输出4K12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96EU的Iris XE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700兆币 达到了PCIe 4.0X4的 普通入门水平 Type-C接口外接 雷电硬盘盒 1900兆币 所以它是没有达到 雷电接口的传输标准 WiFi测试 联发科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傲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SMagic星河M1A 装置了i9-12900H CPU 和RTX3080移动版独显 CPU长时45瓦的性能释放 GPU满血 115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双烤时整机功耗 没有超过300瓦 待机最高功耗29.6瓦 按上面这个结果 咱们300瓦的板砖 大电源可以搞定了 室温2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度 GPU待机温度38.8度 SSD待机温度446度 这台小主机 GPU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3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2分贝 SMagic星盒M1A 装置了i9-12900H CPU 和RTX3080移动版独显 RTX3080能到115瓦的性能释放 CPU倒是只能从65瓦 下降到45瓦的性能释放 本机的散热结构 是为了3A游戏性能而设置的 在目前的散热条件下 散热不错 静音也很出色 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水平 双存储 双网口 喜欢前后都有音频接口的 这台也给配上了 4个显示输出接口 只可惜HDMI不是2.1的 好在现在Type-C转HDMI 进入了可用状态 总之也算接近满贯的接口配置了 当然这台小主机最强悍的就是 独显RTX3080 可能是目前最强的迷你电脑里配置的独显了 特别是它还有16G大显存 目前的游戏本要啥级别才能配置16G显存呢 说到缺点 这个沙马特的LED灯弹 我有点接受不来 好在可以用软件控制 最后选择关闭 一切都舒适了 总结一下CPU性能释放一般 16G显存的RTX3080牛逼 做工优秀 散热精英优秀 各种接口齐全 接口兼容性完美 图形性能 接口 散热 精英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可以算是目前最强的独显迷离电脑之一了 当然它的价格也比咱们核显旗简电脑贵一些 推荐给需要使用迷离电脑 玩3A游戏大作的朋友们 也推荐给要用16G大显存 来搞AI创作的朋友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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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